我再一次介紹我自己 我叫Vicky 然後我是從小在桃園出生 但是我不是台中 我是桃園出生 但是我也不在桃園求學 大學的時候我到了高雄醫學大學 然後念書 那我目前的身份應該還算是學生 但是因為我是松祖修的員工 所以我目前還是掙扎的大五神 對岩地大五神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就是剛剛陳友幫我開了頭 就是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國際志工 那大家有聽過國際志工嗎 大家都有聽過 那有沒有在場的朋友有當過國際志工的 沒有 那其實國際志工 我自己是蠻幸運 就是我有了一些機會 然後之前是到過了北印度 新疆 土耳其 柬埔寨 然後還有今年的斯里蘭卡 這五個地方當過國際志工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可能就是大家對於國際志工的想像 可能有些人會抱著晚樂的心態居多 然後有些人可能會想趁 當國際志工這個機會去海外體驗 就是當地的生活 那對我來說呢 其實看起來大家對於國際志工好像還蠻正面的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我在我真正當了志工之後 我發現其實不是每件事都是這麼的聲音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自我介紹這樣講的 就是可能會有遇到一些獨法的狀況需要解決 還有你要去解決一些遇到的困難 當然我同時也在想一件就是 我們憑什麼站在對方的平圖上 我們就可以稱之我自己叫國際志工 那我們要如何當個秤子 真正幫助到他你的國際志工等等 所以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當志工的過程中所遭遇 就是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我怎麼解決 然後還有一些我在當志工的過程中 一些故事中得到的一些啟示 那我的第一次國際志工那時候故事還蠻特別的 就是那時候我在走在高一的校園裡面 因為高一很小 然後我就走在走廊上 我們旁邊有一個海報牆 那天下著的大雨 然後我就剛好有 因為風刮得很大 剛好有一張海報就吹起來了 翻到背面去 只是那剩下一個結角黏在海報牆上 然後我就那時候想都沒想 我就把那個海報把它翻正把它擰好 然後那是一張國際志工的海報 然後旁邊有寫上它的說明會 然後那個說明會剛好是 我幫他翻正的有一天 對 所以那一次就是剛好促成這個機會 我就去參加那個說明會 也順利的就是在我大學二年級寒假的那一年 然後去了一趟北陰路當的國際志工 那其實那一次國際志工大概只有11天 短短11天 然後對於那時候我來說 其實我老實說我沒有很大的感覺 那為什麼沒有很大的感覺 是因為我覺得那次的經驗對我來說 不像國際志工 比較像是到了天上去旅遊 然後因為我們每天都會去換不同的學校服務 那因為語言的關係 他們那邊的英文不是 小朋友不是很好 所以即便我們在台灣 就準備了很多英文的家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用的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整個打破 我們所有的一些計畫 我們都乾脆直接和小朋友一直玩 就是陪他們陪他們一直玩 然後或者是一直被他們要簽名 要到就是牽到手軟這樣子 然後當時對我來說就是 就真的很沒有感覺 然後我事實已經就是 就是我覺得心裡好空虛 我不知道我去那邊在做什麼 我明明就是來參加國際志工 可是我覺得我心裡沒有太大的共鳴或什麼 但是我沒有英文那一次的經驗就不想要當國際志工 相反的我更積極的去參加每一次的國際志工 因為我覺得國際志工一定有他本身的吸引力存在 才會讓那麼多人不願意去服務這些人 所以我就是還是積極的去參加每一次的 就是爭取每一次的機會去當國際志工這樣子 那就是我第一次去印度的一個經驗 那扣除掉 好就是我第一前兩次去印度跟新疆 那我在去年的暑假我第一次自己個人搭飛機 然後到了土耳其這個地方 當他們英語夏令營的志工 那他們的志工的對象就是來自 他們當地來自14到19歲的小朋友 那因為土耳其他們的官號語言是土耳其語不是英文 那我們去的目的是為了透過我們這些 來自不同國家的領孔 然後當成小朋友他們練習英文的一個動機之類 那那一次是我是就是這只是其中幾個志工 那那一次有大概來自13個不同國家的志工來到這個營隊 那我是全部一面為一個亞洲人 就是為一個台灣人 然後在這個期 在這之間我從來沒有跟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相處過 那講話過 那更不用說要接下來相處大概兩三個禮拜這麼久 然後我其實心裡內心很刺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英文沒有這麼的好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 我心裡就只想著就是你一旦開始走 就會彼此留在原點的自己還要知道的更多 所以我就決定好吧就跟下去 但是呢我大概到第三天我就崩潰了 因為因為我我們都聽得懂 我們都聽懂他們講什麼 可是當我想要回答的時候 我腦袋出現一句中文 然後當我想要把中文 好不容易把中文翻成英文的時候 欸他們已經換下一個話題了 所以我永遠接不上他們講話的速度 還有講話還有那些主題的變換 我變成是我覺得我越來越成為 那一個團隊裡面邊緣化的角色 我只能是執行的份 我沒辦法成為決策子的份 因為我沒辦法跟上他們的速度 所以那一陣子我覺得我自己滿可憐 我開始去數這個贏著什麼時候會解釋 什麼時候可以離開 對然後然後但是我覺得我後來又想了一下 不行我是自己決定要來這邊當志工 如果我現在就開始在倒數什麼時候離開 那我就什麼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大概層級了大概一個禮拜 我就決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就找了這個右下角這個女生 那這個女生她是來自東歐的塞爾維亞 那為什麼要找她 因為她是全部志工裡面英文講最爛的 那其實就是其實我當時的目標在於 就是不管這個文化有沒有錯講就對了 因為你一旦講了他們這個英文 這個女生英文爛爛的所以我們就開始亂講 那亂講之後不管怎樣是一定會有提升 某些程度自己的自信性 所以呢我就開始欸就突然開竅了 就大概過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發現到 嗯其實你只要立即就是你在想東西的時候 你直接用英文去想 其實你反應的速度就會變得比用中文去想 還要快的很多 當你跟外國人對話的時候 然後在那兩三個禮拜的志工生活當中 我也嘗試了自己去組織每天的meeting的時間 用英文然後去組織整個團隊的就是明天要做什麼啊 然後有一天是文化之夜 我也就是嘗試了用英文去介紹台灣的文化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食物給這些各國志工聽 然後就是我覺得我覺得這真的很棒 因為我在最後一天我以為我是全團裡面最想離開的人 結果變成是我是全團裡面哭最慘的人 因為我都捨不得大家 我覺得我透過他們我自己進步了很多 對英文能力這部分 那剛剛說到因為語言的關係 我常常會懷疑自己到底是來這邊當志工的人 還是來這邊當學員的 因為我都覺得自己的英文很爛 那這位右邊這個小朋友 他是我那一團裡面唯一一個最小的小朋友 他那年只有12歲 那其實他英文真的很差 所以我們兩個之間的溝通是透過他的姊姊 在中間當中就翻譯著 那其實我那時候一直在想著要怎麼去幫他 因為畢竟他都來剩下這個一頓 那想必他也有部分是想要提升他自己的口說能力 所以我就決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會跟他組在一起 那只要走在路上的時候我就會隨便指 有人比如說隨便指花 樹 草 貓 狗 這樣這些東西 我會跟他說 欸這東西的土耳其物怎麼講 那他就會跟我說怎麼講 然後接下來我就會請他用英文去repeat 那個單字給我聽 我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就逐漸的累積了 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那我還記得在銀隊最後一天 他竟然默默的塞給了我一張 寫了滿滿英文的卡片 感謝卡片 然後其實我當下很驚訝 想說他不是英文很爛嗎 然後後來他姐姐才跟我說 因為他前一天就是 就是突然就毛細突然就問他姐姐說 欸這些單字的英文怎麼寫 因為他想要寫一張感謝卡片 就是送給我這樣 那我當下其實很感動很感動 因為我在我以為我這次 在這個銀隊身處烈士的時候 發現我竟然還有一些微小的力量 可以就是默默的改編給人 然後所以我覺得 我們蛻變就是極大喜歡之下的場 因為我們在兩三個禮拜之間的相處 我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然後間接給他了一些動機把 讓他去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比如說完成一張寫著英文的感謝卡片 這樣子 那很多人都會問說 欸國內有很多志工可以搭啊 那為什麼你要去海外當志工呢 那其實這個問題我自己是覺得蠻奇怪的 就像是如果你在台灣 你不會去問一個在醫院當志工的志工媽媽說 欸阿姨你怎麼不去海灘當進探的志工呢 就是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志工 都是我們的選擇之一 我們的就是不是因為國外的月亮比較遠 然後海外的志工比較厲害 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那隨著不同志工的性質 你會遇到一些當地的不同的需求 還有你會面對不同的困難 比如說我來到土耳其當志工 那他們的需求就是 他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 然後提升小朋友的口說能力 那我在當地遇到的困難就是語言 然後還有要如何適應當地的文化 然後還有如何跟不同的國家的志工們 一起去籌備一件事情 如何去討論 如何去協調 這是我遇到的狀況 那回歸到就是志工本身的性質 其實每一個需要志工的地方 都是因為你先看到了問題 然後需要解決才會有這些志工能的到外 那我在就是今年7月的時候 是第一次以副領隊的身分 就是帶著台灣的團去斯蘭卡當志工 那我才漸漸的就是 在我當了越來越多次國立志工之後 我才發現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當志工就是為了看到背後問題的 問題背後的問題怎麼說呢 我來到斯蘭卡這地方 那時候我們的計畫名字叫做英文電腦教育計畫 那英文進化就是想必就是先在台灣 像在圖爾鄉就是要先準備一些英文的教案 然後帶給當地 然後讓小朋友透過這些外國人的臉 然後讓他們可以就是有動機去說英文 但是如果想深一點的話 憑什麼英文這件事 對於斯蘭卡小朋友這麼重要 就是其實這完全大家都沒有想過 那事實上就是簡單來說斯蘭卡的歷史 那他們的他們的語言總共有兩大種 第一種是新哈拉語 第二種是太米爾語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 斯蘭卡曾經被英國統治過 所以現在英文對他們來說 也是某一個觀光語言之一 但是英文在當地跟台灣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 在台灣我們學英文可能是會要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然後讓我們得意和世界的接軌 但是英文在他們國家是因為在30年前 英文在他們國家是和平的利器 怎麼講 就是事實上在斯蘭卡 2009年他們剛結束了為期30年的內戰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有兩大多年 就表示他們有兩大的民族 就是辛哈拉族跟太米爾族 那時候英國為了要統治斯蘭卡 他們就他採取了高壓的高壓的挑撥政策 怎麼講 他們從那時候的南印度 引進了一些太米爾族人 到了斯蘭卡的北部 然後對於就是對這些太米爾人呢 英國人就是給他們非常非常高度的自治權 但是同時就高壓了其高壓的壓低了那些辛哈拉人 所以讓他們鼻子已經有產生一些隔閡 那在1948年斯蘭卡終於脫離英國獨立的時候 那一年是辛哈拉人 辛哈拉民族他們懶得了政選 所以他們就是長久以來的怨念 就累積成內戰的導火線 他們就開始對於那些太米爾人進行報復 所以才會有這個內戰的產生 那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內戰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最重要的兩個要點就是語言還有教育 那透過相同的語言就可以讓 我們相信透過相同的語言就可以讓他們 講不同語言的民族可以互相了解彼此 然後減少那些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英文對於斯蘭卡人這麼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希望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教導英文 然後讓他們不同的民族可以透過英文了解彼此 那所以我覺得我覺得總歸來說 我覺得這就是服務最高的境界 就是你要先看到他們不同國家問題背後的問題 那我們可能不能夠因為一次的志工就可以很順利的解決他們 過去長久以來累積的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相信透過每一次的每一次的服務經驗 可以讓當地的小朋友一點一滴知道 欸 學英文其實很好玩 學英文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不同國家的人來溝通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天 小朋友可能會因為我們 然後開始認真地去學英文 開始去說英文 有一天他們長大了 他們就不會因為不同的語言 無法溝通無法了解一次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出國不管是你去當志工去旅行去留學 都是一個把自己延伸到國際的一個過程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剛剛好相反 我覺得是一個把國際延伸到自己的過程 嗯 像我在比如說講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一次出去都是為了要看見差異 所以我覺得是一段把國際延伸到自己的過程 比如說拿斯里蘭卡他們的代課指導來講好了 那在台灣其實我們如果邀請客人來我們家 我們通常會跟客人一起開動吃飯的 但是在斯里蘭卡他們一定會讓他們的客人 先在餐桌上吃飽離開之後 他們才趕到餐桌來繼續用餐 就是其實這兩次 然後他們常會跟我們說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覺得當對待別人時把自己放得很小 那在別人的心裡面就會不自不覺得變得很大 那其實是他們的觀念之一 然後我覺得這兩次是沒有對錯之分 因為我們法來就是主在一個 生長在一個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但是我想說的是 我們可以透過每一次當志工這樣的經驗去深入當地 然後看到當地自己文化的差別 然後把這些差別變成自己去重新思考去反吃的一個動機 去重新思考欸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要等別人吃完 我們才吃這個道理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每一次出去都是看到一個差別的過程 然後最後就想跟大家就是給一個很小很簡單 卻很重要的建議就是 其實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 都一定會有一些地方是 有一些人是需要我們去幫忙的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 要適時的把我們的五官放大 把眼睛睜大 耳朵睜大 然後所有的五官都放大 因為透過每次的觀察 你才會看見那一些人真正遇到的問題 然後所以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成為 改變世界的微笑力量 謝謝大家